我会说白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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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小神经 我是一个90后的网络创作歌手 我叫小神经 就是因为想用自己的音乐 触动别人的神经 所以就叫做自己的小神经 我的正职就是一个学生 要说白金业 音乐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我的 生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有想象过 如果有一天我不接触音乐 其实我除了想象之外 我也试过的 就是我有学生 然后 朝九晚五 那段时间 放了工作又很疲 又很忙 又没有很少时间做音乐 我是完全觉得 生活是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大学生 正常呢 这些东西应该 读书为先 可惜我不能正常人 我呢 我呢 音乐呢 从读书来说 如果10分是无分 那个比例是10 的话呢 我应该是 音乐是9 也算是1 有时在YouTube 看到一些 不好的留言 就 可能 其实我还是介意的 一开始 还要是去年 特别是 刚刚我第一首歌 出了的时候 第一首歌的回应 是特别大 然后很多不同的回应 很多不同的负评 那样 那时候 都真的有点不开心 然后 会常常都想着这些东西 会常常上去看看 还有没有更多人不喜欢 我是不是要放弃呢 就是会有这些念头出来 因为个人 有点谷底的 然后呢 就慢慢 我都不记得 我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慢慢提起自己 然后 然后 就会常常说 只要我喜欢周杰伦 我喜欢周杰伦 我喜欢周杰伦 那我就会想 周杰伦 他这么聪明 这么有才华 都这么多人不喜欢 他这么学过又很聪明 那我最喜欢作的歌 就是 《生活上的小线》 大家如果听过 我有做一些感情的歌 例如 《一见钟情》 或者是一些分手的歌 但其实 我最喜欢做一些 《生活上的小线》 《人法多》的歌 例如 我最近 有两首新作的 附近 父亲只会推出一首歌 是说爸爸 然后 然后我会推出一首歌 是说 因为有一次我回到家 我就很不想洗澡 所以就用这个念头 作了一首歌 叫做《我不想洗澡》 那这些歌 都是比较轻松 然后 有一些搞笑的歌 那我是喜欢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旅行 亦都很希望作这些歌 给大家 也能却更加重要 就算浪漫 都黑了 我也希望我的粉丝 每次都会 在我视频的时候 看 然后赞 或者分享给更多 不同的人听 这样 还有 最希望就是这首歌 可以 带到一些东西 给他们 可以带到一些东西 所以 可能 帮助他们的情绪 可能 好了 舒缩了 然后我就想带一些东西 给我们的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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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神經,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和支持我的創作 Give me a mic